Lio聊世紀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羅匹圖對上西班的人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達羅匹圖這個文明 達羅匹圖是這次印度王朝裡面新增的文明 他的文明特色是每生一個時代會增加200木頭 那這200木頭可以有效讓他早開出TC 跟封建時代多灑幾片田 或者是早點下這個兵工場 打出這個優勢出來 那達羅匹圖他算是新文明裡面最難的一個文明 應該說上手度最難 真的是最難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騎士的文明 他是沒有騎士 對 他超慘 他連落腿也沒有 他什麼都沒有 他沒有騎士之外也沒有三級馬鎧 他也沒有品種阿 幾乎什麼都沒有 連大象 有 大象有啦 他大象也不能升級 所以達羅匹圖應該算是 新文明裡面上手度最難的一個文明 但是為了要加強他的騎兵 他有給他一個科技叫烏茲鋼 那這個是金罐 那可以讓步兵跟騎兵 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就是無視防禦力的一個傷害 所以他騎士會變得那麼弱的原因 就是要完全增加他的攻擊力 但是捨棄掉他的防禦力 他是一個強弓型的騎兵跟步兵文明 那除了步兵之外 他的象弓跟毛兵 都有這個攻速加成 而且是提升25%的攻擊速度 所以他的毛兵是全有 是裡面最快 攻速最快的毛兵 那象弓也是 他的步兵有這個邊界兵 近戰打起來搭配無資剛 可以瞬間秒掉大量的近戰防禦高的單位 像什麼貴族鐵騎或條頓武士 只要跟他一對打 基本上條頓武士跟貴族鐵騎 直接蒸發 DWP2比較能針對這些步兵文明 正確來說 DWP2步兵戰裡面 我覺得他是最強的 他應該沒有人打得贏他的步兵 我還沒有看過日本武士 有打贏邊界兵過的 雖然日本武士打邊界兵 兩邊都是互相抗咳 但邊界兵的第一下 由於實在太痛了 又是武士防禦力 我馬上大概三四下左右 就會編死一隻日本武士 那日本武士也是三四下 開始一直邊界兵 但由於第一下傷害太高了 所以整體而言 看起來邊界兵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西班牙 西班牙這個文明 他算是火器文明 火器文明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建造速度 是遊戲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在封建打塔攻 跟這個城堡 城堡推 都是有一個不錯的優勢在的 因為城堡很容易蓋起來 所以這個蓋不起來 倒退堡的風險就很低了 所以在競技場啊 或者是油膜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都可以用這個寶推 直接推死一個玩家 都很簡單 西班牙除此之外 只要在城堡時代 農出城堡 然後按下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對方只要出奇兵 完全沒辦法對這個征服者 有效進行傷害 因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可以甩槍 這個非常難纏 而且只要三隻 西班牙征服者 只要近距離擊火一隻村民 就可以直接射死一村 所以西班牙征服者 是這一場 大陸P2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單位 但是 大陸P2有這個 超快攻速的毛兵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 是害怕毛兵的一個文明單位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地圖 來看一下西班牙地圖 西班牙地圖 果樹在前面 而且前面是一個非洲大平原 哇靠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些黃金在中間 那樹區也是相當稀薄 右邊這邊 這個石頭也是挺少的 不是挺少還說什麼 木頭挺少的 然後到後面這邊 木頭才比較多一點 看起來三塊樹區是還行 並不會說到完全不能打 我之前看過只有兩片樹區的 真的很慘 第三片梨超原那種 目前看起來大陸P2也是 木區兩邊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中間這邊 就花了比較多時間 那西班牙這種優勢就開始出現了 因為西班牙他的建造速度比較快 連造木牆速度也很快 所以他在前期的投資 防守成本來說 是比較便宜一點的 比其他文明快上很多 然後只要越快蓋完 這個村民就會越早回去 種田或伐木 看起來是要直接圍死 直接圍一個圓形的圍法 達洛皮圖看起來是要直接棒棒強 哇靠你把那都四隻了 以上時代這邊會加兩百木 兩百七十九木 直接點一下裝甲步兵升級 然後點一下一擊伐木 那這些木頭會選擇直接灑農田嗎 還是下四劍場呢 這邊有可能會直接殺四劍場 因為這邊有在挖黃金 可能是想要直接打小弓喔 打小弓打法 可能會先按幾隻毛筆喔 然後先射一擊射 結果沒有這樣打 還是下還是下 沒事沒事沒事 因為我看他這樣打應該就是這樣子 這場比較我也是沒看過 所以我也不確定他們到底會怎麼打 我最後看到最後誰贏這樣子而已 前期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那四隻裝甲在前面砍木牆後面 這隻刺頭進來看 但是 哎呀死了 來不及回頭 哎呀差兩下 但是這個裝甲步兵有四隻砍的速度很快 直接拖到了翼村 這邊要不要直接蓋個房子比較好啊 咦但是毛兵出來囉 毛兵出來的話應該就可以稍微防守住了 好那打我推圖剛剛這隻刺頭進去了 因為我看到基本上進行為死了 所以裝甲步兵並沒有往後繞 那這個判斷是相當正確的 那個裝甲步兵按這麼多 就是要直接去砍建築物喔 去拖這個村民的 修木頭 欸修這個什麼 木牆的一個防禦時間 只要拖到越久時間 這個裝甲步兵價值就越高 好那打魯P圖這裡馬上下了這個射箭場 然後兩隻出來了 開始往前了 但是這邊有chase喔 也讓西班牆稍帶點經濟 因為這邊他並沒有很早下這個田喔 所以這個漏量有點不太夠 你看很極限的 毛兵也不能按太多 好那看一下打魯P圖 由於前期投資的這個射箭場 自己的田也不是灑得非常好 那比較高分段的玩家喔 像2600分2700分或2500分的玩家 通常都會拿這200木頭去灑三片田 三片田灑完之後才去下這個射箭場 那由於打魯P圖 他這邊是按了四隻裝甲的關係喔 他這邊是想要打個強攻的關係 就是我這邊木頭很多嘛 我打強攻投資來說 應該是可以換得贏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喔 確實也是可以的 其實是換得贏的 只是 他按到三隻我是有點太多了 你看這邊他就要一直浪費大量的人力成本去蓋建築物喔 然後去一直按這個毛兵防守 然後要找這個機會去點下這個一級射 一級射要趕快點喔 不然這個毛兵真的是對抗裝甲有點困難 哇這一隻殘血肉們還收掉一隻毛兵不錯 西班牙這邊細節操作打得還不錯 好打魯P圖一級射還沒有點下 還沒辦法進程的打出自己的優勢 反倒是西班牙這邊點下了 那西班牙還有一個優勢喔 兵工廠的升級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需要肉 所以你看這邊一級射之後還有50黃金 那這50黃金就可以考慮去按一下 這個品種啊出肉碼 或者是直接出小弓喔 但這邊出小弓可能被毛兵生的白癡喔 而且打魯P圖現在這邊的毛兵 攻擊速度已經有提升了 黑暗實在就有這個提升效果 所以對射情況下 那西班牙是大虧的喔 絕對不會賺的 欸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有這個特殊的車 大家可以上車可以上一下 平常我開實況只要聽到這個聲音 大家都會叫我上車 不能只有我上車啊 大家可以一起上 我是沒有關係的 OK那這邊裝甲步兵 我們殺進去了 看起來有點困難 這邊毛兵還在秀操作 好連一擊防禦也點下了 哇那西班牙這邊打了一個最防守 那他這邊覺得自己有可能會被毛兵射死喔 所以趕快下這個瞭望塔 直接去阻止喔 欸但是這邊只要讓對方蓋這個瞭望塔 基本上打魯P圖的一個 意圖喔 就已經達到了 他只要讓對方插一座塔 就可以傷到對方經濟了 嚴格上來說是這樣子 好但是西班牙這裡馬上就去蓋 蓋這個採礦營掉 要來確保石頭錯 看來還是要除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對抗毛兵喔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邊西班牙征服者可能 還是要搭配幾隻騎士喔 去counter一下這個毛兵比較好 好這些毛兵直接在這邊 騷擾這個牧區喔 可能要把這個村民往回拉嗎 還是要直接用毛兵互打呢 但西班牙這邊毛兵互打可能會損失慘重喔 因為這邊大陸P圖的毛兵是有這個攻速加成 好這邊蓋了一個城牆之後 只要拉這個毛兵出去對抗 好直接出來 但是大陸P圖也看到了 那左邊這邊 裝甲布兵來燒到果子 果子這邊吃不完 有點可惜 還有快要將近150肉 沒有吃完 那沒有關係喔 裡面舔金灑的差不多了 重量慢慢拉起來 大陸P圖右邊這邊修操作 高地打滴滴 好這邊開始修有沒有 這邊攻速雖然快了一點 但數量不夠啊 殘血沒有先打 這邊自由射擊的關係喔 所以並沒有辦法殺掉非常多的單位 但兩邊看起來是換得差不多的 好有一級防的毛兵喔 就是比較厲害一點 好西班牙這邊 防守 持續做得很好 毛兵沒辦法殺掉任何一隻村民 那這邊 毛兵也直接出來防守 但是裝甲在這邊 欸直接集火掉一隻 欸再集火掉一隻 很痛 毛兵數量開始有了起來喔 這個裝甲也承受不住這些遠程傷害喔 陸陸續續的倒地了 好西班牙這邊點一下持寶石彈 那大陸P圖給點了 兩邊的時間差不多 但是大陸P圖有點爆木頭了 這裡感覺是要直接開3TC喔 那這邊可能 要把這個農田再補一下喔 這邊再放個田 再放個田 再補一下農田會比較好 不然等等3TC喔 可能會運轉有點困難 但是這邊有純肉 沒有要打騎士 因為大陸P圖也沒騎士喔 所以這邊可能是直接打一個弓兵喔 弩兵轉弩兵 但對方打了P圖 毛兵不出出弓兵的話 對方出毛兵 再升戰毛的話 也是蠻好守的喔 但沒有關係喔 讓他投資戰毛這些肉量 也是OK的 而且這邊應該也不會直接轉這個 毛兵喔 應該還是會去直接卸下城堡 然後毛兵應該還是會升級喔 因為自己出的毛兵量有點多喔 石頭開始大爆挖 那地座城堡可以選擇蓋在這個門面喔 直接把這個低掉 兩個方低掉 然後把城堡蓋在這個高地堡 然後守黃金 守一個門面 然後右邊喔 也可以考慮插一個喔 在這個位置喔 直接守木區跟後面的農田 這都是可以想一下的 然後這邊也可以插個城堡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反正就是要注意喔 城堡千萬不要蓋在低處喔 你蓋在低處很容易就變高打低 然後城堡很容易就爆了 根本修不回來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升級有點慢 金不夠 還被抓到 哎呀 秀一下操作 哇 賊虧 好這邊閒置 BK 然後 按下了奴兵 升級跟二級 伐木 好城堡管蓋在這個門面喔 但蓋的有點下去喔 這樣我不確定有沒有吃到高地的加成 這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耶 好像蓋在平地下的 有蓋 有蓋到一半啦 有一點點有一點點 好 那應該還是有這個 小小的高地加成 好 那這邊奴兵升好之後 二級色等好 應該就可以換一下操作 但是這邊城堡蓋好了 城堡一好的話 這邊奴兵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不然被城堡射到 把城堡蓋好了 好 TC開在右方 那裡面這裡可以打算開一個也沒關係喔 這邊蓋個TC 這邊可以撒田 然後這邊還可以挖黃金喔 還不錯 可以考慮一下 不然就是要再往外 往外又扣 扣到這裡TC 喔有點遠了 這個地方有點遠 或是這裡也可以喔 那這邊TC有點離得太近 所以這邊目前西半應該是會先爆呢 跟達魯皮圖一樣 先把自己經濟拉起來 先用這個經濟拉開一點分數喔 先加速一下 慢慢看到這個 唉唷 居然出這個工程 裝甲戰象啦 那在最近的版本喔 裝甲戰象 終於可以吃到這個 無枝鋼的一個加成喔 可以無視對方防禦力喔 但我不確認這是 對建築裝甲是不是也有效 應該是有效的意思喔 等一下來看一下底下 但是這裡面有無枝鋼 所以還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個加成 看雙命來說應該是有 這個裝甲戰象可以吃到無枝鋼 哇 可以吃到無枝鋼的話 威力就很強 好開頂 我來看這個頂的速度 工程項是蠻厲害的喔 應該是打建築物速度很快的 很快就可以頂爆一個建築物了 但是這邊勝率沒有第一時間招翔 剛剛被射爆 直接敵發炮槍 勝率表示問號 瞬間殘血 好這邊再來把這個軍英打爆 再來阻止對方出這個疾兵 這是疾兵喔 長槍兵 但是這邊有毛兵在家裡騷擾了 而且火槍兵也直接往家裡直奔 這邊要來直接強攻了嗎 雖然裝甲戰象喔 工程速度很快喔 但確定是不能放這個單位在裡面喔 算是小小的遺憾 好一般工程車是可以放單位 哇 這邊火槍兵直接集火開槍殺了三隻阿 哇 你看這個火槍兵喔 就是非常強的厲害就是這個地方 你看直接集火一發一隻 點射 這個點射很痛 哇 又射死一隻 直接拿武村 這個就是西班牙征服者 最恐怖的地方 好 那這邊 奴兵直接在TC外射程 然後 然後用這個奴兵喔 Cover 過來拆攻城戰象的一個血量 欸 但是投車出來囉 投車一出來的話 這個戰象可能要退了 哇 這個砸一下很痛喔 要閃要閃了 好 然後再利用這個森林去補一下戰象的血量 哎呀 躲不上這裡想要直接硬頂 但這裡硬頂可能會出事 村民會上去打嗎 哎 沒有 好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還在彷 哇 越彷越多隻了 八村 完蛋沒有空 高地征服者 開射村民 十一村 十二 哇 大屠殺 天啊 這征服者太傷了 好 前方的頭車也順利的解掉了戰象 灑一發往前走 想要直接硬射掉完美 哇 這波修得還不錯 第二發閃掉 OK 再殺一村 看征服者這邊還在持續的想要殺殺到十三村了 哇 這邊村民術明顯被拉了回來 本來是有優勢的 現在大陸批圖村民漸漸的喔 沒有了這個優勢 好 但是又點一下這個神聖思想 那有神聖思想的話 血量比較多就比較好遭想了 那還可以考慮喔 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可以去招想對方的工程器 對於大陸批圖也來說比較好打一點 不好意思啦 更正一下 我突然想起來了 他是沒有救贖思想 哇靠你直接砸掉 哇 這就是大陸批圖為什麼難上手的原因喔 因為他也沒有神聖思想 那之前他也沒有火炮 但這次的改版喔 我為了要增強他的一個平衡性喔 就給他火炮了 但是有火炮喔 但是 並沒有明顯拉高他的勝率喔 沒有騎士真的是有點傷啊 如果給達羅皮圖殺騎馬的話 感覺會好一點喔 就是這個 曲折羅倫的殺騎馬 斯里瓦姆殺騎兵喔 他的全民叫這樣子 我們都喜歡叫他殺騎馬 好那這邊沒有騎士 所以打這個頭車喔 非常難打 唉唷砸掉 這裡踢地板踢得不錯 再砸一發殘血 這邊上面直接招翔 應該可以招到 沒問題 招到 回頭開一槍 想要直接硬點 哇這邊秀弓兵 又秀這個火槍 欸他很有想法耶 兩隻火槍開始上前 這邊再繼續點 能不能點掉呢 能點到就很賺喔 但是後面有大量的火槍過來 直接硬點生女 生女招翔來不及 應該可以找到一隻 沒有問題 應該找到 再嗡一下 哇 唉唷 還有是高地阿 低打高沒有仇死生女 而且有點這個聖杯喔 血量剛好擋住了 好這邊火槍直接反擊 但投射一直在無情輸出 好那這一波看起來西班牙 有點 有點險勝喔 這邊想要招翔但來不及 勝率已經全部倒光了 但是大洛P2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而且有 資源量還蠻多的喔 因為這裡並沒有按太多單位 那這邊補下大量射箭草 應該是要來出這個強怒啦 應該不會走其他路線了 那有人會說 欸怎麼不打這個相公啊 相公不是有加成嗎 但是其實相公是蠻怕火槍單位喔 因為火槍雖然他的射速辦法 但他集火呢 集火能力太強了 很容易喔 就直接集火一發一隻相公 所以這邊出弓兵 確實比較好一點喔 造價成本低 而且血量變不多喔 很容易會有這個異傷的問題 所以這個打強我 算是比較一個正確的選 好 這些肉量應該是要馬上點一下 這個強怒升級跟化學喔 結果這邊前置堡能不能抓到呢 村民過來直接硬抓 欸尷尬了 本來想要來站這個高底就沒站到 直接被工兵逼了回去 欸逃車 砸一下 沒砸到 完蛋 這個炸一發有點困難 我人倒了 爹把火車回頭打 拉到吃到頭車 傷害要硬點了嗎 再秀一下 哇沒秀到 這個頭車要先集火射一下喔 OK射掉之後 火槍再繼續吃 持續輸出 有沒有看到 這個火槍 打工兵就是如此困難喔 明明數量差不多 但是火槍並沒有太大優勢喔 雖然這個傷害喔 還是可以射掉 這個射速 還是很重要 沒有 欸這邊怎樣 為什麼滴掉 蛤 他想要 偷雞是不是 哇 你這邊想要往前蓋 結果被懲罰 如果蓋這邊的話 是有機會 但是 看起來是沒機會啊 這個工兵撞到太多 所以 也算是滴得蠻急死的 好 工兵慢慢被射 射掉幾隻 強奴 強奴 強奴出來 好 吃城堡傷害 好 點一下這個 工會制度喔 因為這裡肉實在太多了 點一下工會制度之後 賣肉的話 可以賣得比較高一點價格 好 工程戰象一點下了 工程戰象升級 升級之後 這個戰象很猛喔 會頂得超級快的 而且 玩idence 局富特走進來了 怎麼 阿龍批 Dios怎麼 熊 一起熊 哇 這邊 大量的村民沒有地方 可以防守 這裡沒有他 哇 被砰得很慘啊 這邊只能大逃難了 升到強姆之後 等一下一直瞭望 視野就比較廣一點了 城鎮中心直接無形開射 目前看起來達羅皮圖 比較優勢一點 村民雖然少了一點 少了蠻多的 96村打170村 戰馬兵在升級 帝王時代彩鋼 還有1分多中 大羅皮圖這邊找到帝王了 戰象頭車巨頭都可以出 這邊直接硬吃TC傷害 應該要全送掉了 這波西班牙政務者直接無形開送 但是精銳的工程箱已經好了 有了 當然要來先拆這個 PC喔 村民可以下去逃難中 好 村民直接開扁戰象 欸 那個達羅皮圖打得怪怪的啊 你這邊弓兵往前後面有弓兵來 Cover這個嗎 沒有吧 這個會被直接射掉喔 欸 欸 鷹鼎 鼎鼎嗎 OK 用弓層向鼎 這個C班牙政務者 雖然還是有擴散傷害啦 但是 因為只有4攻而已 所以這個傷害並不明顯 不然修的村民 也是修的 頭部血流 直接被射掉 不然你看這個牆母已經過來了 那牆母應該要在這邊守著 直接送兩百斤喔 不只喔 送兩頭戰象 這個戰象應該是沒事 但是他想要躲這個 廖望塔傷害直接被射 好 卡這個位置還可以喔 你看這個最小的射程 你看這裡有一條線 好 躲在這個位置不錯 可以射掉這個廖望塔 這邊大量的村民喔 不能進去採決支援了 好 第二波牆母出來 直接防守 但沒有攻城戰象 而且這邊強奴 雖然直接原地射擊 對抗七半壤的征服者 效果還不錯 七半壤的征服者可能打不贏喔 很有可能會打不贏 因為強奴傷害很高 射速很快 有沒有 幹 這個強奴啊 就是對抗這個 七半壤的征服者 就是好用喔 直接把一排征服者射光啦 而且他這邊損失的 造價喔 並沒有高於對方 七半壤的征服者 好 打了抗屁服者點一下 這個戰矛升級 點下戰矛之後 七半壤的征服者會更頭痛喔 因為這個毛兵 是很難 解掉的 而且打這個七半壤的征服者 有額外傷害的阿 這個毛兵 而且攻速又快 三級遠方也點下 好 這邊三下應該也是要直接倒了 火炮直接硬點 點掉了猴子車 火槍兵也上了硬點火炮 這邊空兵直接強射 這西班牙人通常後期喔 還是會打猶俠 這邊一直去點這個 這個叫 西班牙征服者 感覺有點虧喔 因為沒有猶俠的話 有點難打 不然也要出個大洛馬 但是其實 WP這個打法很簡單喔 你只要出大量的毛兵 應該也是可以輕鬆守住的 因為他都是強弩嘛 不然就出個火炮之類的 但是火炮 像出戰矛的話 又有頭子車 這個火炮來反擊 所以出個洛馬 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這邊西班牙征服者 想要爭取時間去後方殺出恩兵 但這邊西班牙有點難打 西班牙正面幾乎沒有辦法防守了 這邊直接硬吃箭矢傷害 沒有守好的關係 所以直接吃了蠻多傷害 但是不管他了 直接往前開射 西班牙征服者也進來開瓶 但是家裡已經BBQ了 西班牙越來越長 他是卡人口 155人口卡在這裡 但是家裡有些戰矛回來守了 這裡開始有人回來救 正面TC已經殺進去了 工程戰象一直頂一直爽 建築物被大爆拆 哇這個西班牙征服者血量掉太快了 毛兵直接無形開打 TC越被越拆越少 第二個TC 第二個城堡 正面戰象還在頂 肉麻出來解 但是這裡有強奴 再來防守 喔這裡有一大片喔 謝班牙征服者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看感覺西班牙人是比較慘的 雖然村民處還是有點略勝 達魯P2 達魯P2這邊有點斷村 沒有在居然村民 現在在顧著打前線的關係喔 村民有點疏忽了 哇經濟有一點多啊 哇靠這個自由量是怎樣 劍鬼啦 好慢慢點一下這個步兵升級 那達魯P2升級均勻科技是有50%減免的 所以他這邊升下這個劍勇 是蠻便宜的 都是一半成本而已 升劍勇然後再加上無枝鋼 哇 西班牙似乎有點難打 哇但是這邊大量西班牙正務者 直接開放牧區 這邊只有少量的毛病在防守 下面這坨毛病沒有空不來 這邊還在打 哇這邊直接硬拆 好像效果不錯 硬拆掉這個巨頭的話 西班牙可能還有機會 但是這裡強奴還是解不掉 哇巨頭解不掉 加里這邊被殺了回去 雖然達魯P2村民被殺到 只剩下83村 好那是這邊 心機還是很夠 2000肉 2000黃金 已經扯了 這黃金量 好雙手劍兵也升級好了 長劍兵升級好了 雙手劍兵還沒有點 好這邊大練大片的農田 已經被燒傷捕獵掉了 皮肌不能再中 阿魯P5 開始要爆復兵了嗎 西班牙的肉量只剩下15片田 這邊居然還在打農田 哇太狠了吧 現在西班牙的國土已經1分為2了 直接變成分裂狀態 這看來這一波是西班牙最後一波了 黃金豪1700 但是沒有買賣資源 這邊出了大量擊兵 而不是出這個雙手劍兵 擊兵直接過來硬拆這些肉馬 肉馬可能會被戳爛 哇 擊兵直接戳光 大陸馬 火槍兵 火器單位 對抗強弩 還是很困難 完蛋 對方這個組合 完全康克 對方西班牙這個組合 好 那達魯P5 這大擊兵也點下了 血兵升級好 三級 貨兵防禦 板甲也點下了 右邊持續拆 持續投 持續射射 西班牙受不了 打錯了 爆了1900金死去 西班牙這邊不買賣 應該是希望自己可以留下黃金 因為自己黃金的數量也為勝不多 這是最後的黃金了 用完就沒有 這邊再打一塊 但是我覺得 他這邊的搭配組合 應該要趕快去點一下這個三級射 然後點出大量戰毛 用買賣 撐著一波 可能還有機會 但是如果出戰毛 對方直接出這個雙手劍兵 甚至劍勇 WP2可以算是直接逆轉 但是火槍就要留到後面 去射這個裝甲步兵 或劍勇 不然這邊WP2 這個搭配實在是太OK了 打這個西班牙是主 完全沒有壓力 好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WP2應該算是比較小小優一點 因為他木頭踩得蠻多的 但食物這邊西班牙做得不是很好 肉量只有2300 這樣也跟WP2只差了1000而已 基本上西班牙這個文明 就要處遊俠比較好 不然就是戰毛搭配這個火槍 去做一個組合 然後再搭配少量肉 這樣就夠了 所以這個肉吃重量比較大 因為我剛剛說的這個三個單位 肉馬 戰毛 跟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都是需要吃到大量的肉 所以這個西班牙這個肉 採集並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可能一直要衝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導致他沒有太多手術 去擴展自己的經濟 雖然村民術一直是領先達羅皮圖的 但達羅皮圖這邊 用的單位都是比較便宜的單位 像這個戰毛啊 會有強弩 強弩也沒有按非常多 所以省下的資源很多 後面還是可以轉出自己想要轉的兵種 像長劍兵啊 這個級兵喔 後面還是轉得出來 所以這個純資源喔 在這個高手對決之間是非常重要的 才可以應對後續的戰場上的變化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